那街上到處是火光 爆炸碎片 抬頭一看 連機場附近都有紅龍巨響 而對當地震主黨來說 最慘的是金融据典也被轟 以色列再度空襲 利巴嫩首都貝魯特 至少十個地點 遭轟炸 民眾驚慌 湧上街頭 以色列情報官員透露 這回針對的目標是真主黨旗下機構 卡德哈桑據點 這機構號稱非引力組織 但卻是真主黨收受贊助 或付款給特工及購買武器的管道 以遭美國和沙烏迪阿拉伯制裁 利巴嫩全境 超過三十家分行 全都被鎖定 專家分析 以色列轟炸卡德哈桑事關重大 因為他主要以現金運作 一旦遭轟炸 現金勢必成為廢紙 不過專家坦言 即使利巴嫩 但傷亡慘重 連金融機構都被毀 真主黨領袖新瓦也被轟炸身亡 但仍然無法叫停戰火 顯然只要加薩持續陷入火害 勢必將把整個中東地帶拖下水 這次新聞 友好中報道